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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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我是唐 今天的影片有超多超多的韓系新品開箱 那我就廢話不多說馬上開始化妝吧 我要先來提醒自己一下 因為我怕最後我也會忘記 我今天帶你險進的是新歐的彩色日拋 然後是一個咖啡色的款式 首先妝前產品我要用PONI EFE 它新出的妝前乳 它是一個粉紅色包裝的 和它的管身是一樣的 裡面也是這樣淡粉色的 看起來就是提亮效果會非常非常好 直接來 試試看 他們家的妝前乳真的賣得非常非常好 就是我在蝦皮那種熱門榜單上面 常常都看到他們家的那一罐金色的妝前 妝前防曬乳 然後這一款是最新出的 然後它的主打好像就是提亮效果更好 然後光澤也會更強這樣 然後我聽小編說這款賣得非常非常好 好現在是半臉的效果 提亮的感覺還蠻明顯的 但是也不會過於死白的感覺 我這樣半臉第一次使用的印象是覺得它蠻好推開的 而且用量非常省 我剛才手上擠得亮連一半都用不到 目前這樣推開一陣子 臉上還有保留一定的黏感 它應該也是保濕度比較好的妝前產品 然後它這一款可能是沒有含防曬的 因為它上面都沒有標示防曬係數什麼的 然後另外一個我蠻喜歡的點就是它的香味不會太重 因為我覺得它的防曬 他們家的妝前 香味有那麼一丁點重 然後這一款我這樣第一次用 就是它的香味淡蠻多的 就有點對我來講會加很多分 好現在繼續把這邊臉也塗完 接下來粉底液呢不是開箱 是我已經在IG上面先跟大家分享的 Naming的粉底液 我真的很喜歡 它是我最近非常愛的韓系粉底 然後我用的顏色是21Y 這個色號對我來講會有一點偏白 但是因為我之前用試用包23對我來講就太深 所以我就只好買21 但它妝感真的很漂亮 它就是這樣流動性非常高的粉底液 然後我今天想要搭配華紅的粉底刷來用用看 就我之前一直說不用買不用買 結果我自己還是買來試試看 好我現在半臉上完了 大家看這個粉底液的妝效 這邊還沒上 然後這邊上了 它的光澤感是不是很漂亮 而且它是帶光澤感之外 它還有一定的遮瑕度 我把畫面轉暗一點 大家可能看得比較清楚 好這樣半臉對比大家可以懂我為什麼這麼喜歡這一罐了嗎 第一它真的很輕薄 在臉上不會覺得很厚重也不會太油 我這個混合偏油肌膚在秋冬用 這樣冷冷的天氣用是很ok的 持久度也不錯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遮瑕度也很不錯 它輕薄但是又有遮瑕 而且是可以疊加的 再來毛孔修飾力也很好 今天是有用妝前乳 但是沒有特別用什麼毛孔隱形的妝前 它的毛孔修飾真的很不錯 然後又不貼又不挑膚況 我真的覺得這款粉底很棒 它怎麼這麼小眾 我的天啊 我跟你講它好像沒有幾個代購在賣 大家如果對它有興趣的話呢 可能就是去敲碗你們的代購吧 這款真的必須更多人知道 它真的很好用 但我要講一下 如果你跟我一樣是混合偏油的膚質的話 這一款我不能確定它在夏天的表現會如何 我目前冬天用下來是很滿意 但是我覺得夏天又戴口罩 可能會沒辦法撐過台灣的高溫 你知道又濕又熱的天氣 可能沒有辦法 但是如果是偏乾性膚質的朋友呢 我覺得這一款應該會是 滿適合一年四季都使用 就是夏天可能不需要特別的保濕 然後秋冬天的話 你就是搭配一個更保濕的妝前乳 再一起用這一罐的話 應該是OK的 因為我用起來我覺得它沒有太乾 然後也不會過於油膩 算是一個滿中性的粉底液 那我繼續把我這邊的臉也上完 目前這個刷具我用起來就是覺得還可以 但它沒有辦法單獨用齁 這種 因為這種粉底刷型 你這樣鋪完粉底液之後 通常都還會有一點刷痕 所以就可以搭配這個粉撲 按壓 讓粉底更貼之外呢 也可以把那個刷痕給打掉 然後這種刷型齁 我基本上用一次就要洗 因為你看它前面的刷毛碰到粉底液之後 就會這樣有結塊的感覺 它就是用一次就得洗的 不能偷懶 遮瑕我就用上次拍那個 排行版有開箱的LUNA的遮瑕液 加上JX的遮瑕膏 來處理一下我這個黑眼圈 真的一點點就夠了 因為它好遮喔 然後再加上我用刷具 這刷具是我新買的 是淘寶的 鍋小妞的拇指刷 還蠻好用的 我這樣第一次用它 覺得蠻順手 然後也不會刺刺的 而且我記得它好像超超超便宜 有沒有100塊台幣啊 搞不好沒有欸 我忘記了 反正就是很驚人的便宜就對了 一個瞬間我也訂好妝也化好眉毛了 我訂妝是使用藍芝的這個蜜粉 跟KLIO這個眉筆化好眉毛 都是上一次那個韓系排行榜的影片 就有開箱試用過的好物 它們真的都是好物了 接下來的東西多到我不知道該重合開始 你們看 光是眼影們 這麼多 我的天啊 好我就一盤一盤跟大家分享 我手上這個是innisfree的 烹然空氣感眼彩盤1號跟2號色 這一個是1號色 這一個比較咖啡調是2號色 給大家看一下手部刷色 上面是1號色下面是2號色 1號色整體的顯色度非常的清淡 應該是只適合白肌 2號色的部分飽和度稍微有好一點點 但整體看起來都還是偏清淡的 然後它們家的珠光質地是偏乾的那種 不是濕濕的 再來這是Etude九宮格星的色號 是微烤餅乾 它長這樣 包裝真的很可愛 打開來看到裡面的色系也是這種 淺淺淡淡的奶茶色 這個跟之前的麵包盤 真的感覺還蠻類似的齁 各位很抱歉 我剛剛本來想去找麵包盤 就是想要來做一個刷色比較 但是我完全找不到我麵包盤在哪裡 它可能被收在某一個紙箱裡面 就真的很抱歉 就只能給大家看一下九宮格的刷色 我覺得很明顯從刷色看起來 這一盤的飽和度就有比剛才innisfree 還要再更高更飽和 然後它的珠光呢雖然也是偏乾的 但是我覺得珠光的閃度很不錯 Etude它們家的新品還沒有結束 它還有這個虎年限定的版本 這個包裝超超超超超可愛的 而且它這個聯名呢 還有出很多周邊 還有地毯什麼的 都非常非常可愛 然後它那些周邊呢 好像都是滿兒陣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呢 可能可以去他們的官方IG 看看一些相關的消息 而且我覺得它真的很壞 它不同色號的包裝都不一樣 超級可愛的 這個是1號 這個是2號 兩個都可愛到不行 所以它裡面的那個 這一個隔板 也有做一些小花樣 像1號是有做這個腳印 超級可愛的 然後1號的色系是長這樣 比較軟黃橘的這種色系 2號裡面的這個隔板超Q的 它居然是躺在月亮下面要睡覺的樣子 然後這一盤的色系呢 就是比較偏粉色系 整體顏色也會比較淡 然後也是比較適合白肌 可是它好可愛喔 它怎麼這麼可愛 就是只適合白肌 可是我還是會忍不住想要推薦大家 趕快去買 太可愛了 這一個是1號的刷色 沒有錯 它前面這一段也是真的比較淡的顏色 以手部刷色的感覺來講的話 我覺得剛才九宮格那個餅乾的色號 粉質是更好的 這盤的粉質我覺得有一點鬆 然後珠光的部分也是感覺比較鬆 也比較粗一點 可是這一盤就是包裝真的很可愛 所以真的很亮男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這一盤比較好的質地呢 應該是這兩個有一點點 金屬珠光感的顏色 這兩個表現比較好 其他真的就是真的 這個是2號的刷色 整體顏色就是偏比較粉嫩粉嫩的 但是我覺得這一盤的粉質有比剛才1號再更好耶 接下來還有愛咪咪有推出這個 小方包 小 小 小方包 眼影盤 對 然後也是有兩個色號 一個就是偏咖啡的01 一個就是也是偏玫瑰色的02 打開來看裡面是這樣 它是有眼影跟腮紅的組合 就是看你想怎麼用都可以 但是1號色這一盤的腮紅顏色是比較偏淺的 可能皮膚再更小賣機的朋友會 用了會沒有顏色 然後2號這一盤呢 它的腮紅色顏色就比較重了 然後整體的顏色就是這樣 比較偏紅啊 莓果色這邊的 給大家看一下1號色的刷色 這盤的飽和度真的表現得很不錯喔 你們看它的霧面深色 超級深的 然後淺色腮紅也是一樣蠻顯色的 這一排有幾個要注意的點就是 首先它的霧面色有兩個顏色是那種 霧面有夾亮粉的質地 就是有些人 像我 不是很喜歡這種質地的 就是要特別留意一下 然後另外就是它粉壓得很鬆 所以你在用刷具取粉的時候呢 一次都會沾出非常大量的粉末 然後記得要抖粉 只要把那個魚粉給敲掉 再使用 但整體來講我覺得它的顯色度啊 然後顏色的配置什麼的 都還蠻漂亮的 然後它的珠光也是偏乾的 2號色也是給大家看一下顏色 這盤打亮光澤也很不錯 然後你們看它腮紅 腮紅超級顯色的 最後一盤要來分享的就是 The Face Shop他們有跟一個 韓國的服飾品牌 應該是服飾品牌 他們就是聯名推出了一款 這個眼影盤 叫做迷目幻彩衣櫃眼影盤 他們有一個系列啊 然後也有腮紅打亮跟唇彩 但我覺得眼影盤的包裝是最漂亮的 你們看它就是一個這樣 像衣櫃的封面 然後它的這個指板啊 紙盒也做得很厚實 很漂亮 然後打開來捏 哇 是不是超漂亮的 就非常有那種 復古的味道 好我也來刷色這盤給大家看看 這盤真的非常有趣喔 它只有八個顏色 可是它就給你霧面珠光之外 還給你亮片色在裡面 而且是這種 綠色的亮片色 有夠可愛的 然後它的粉質 我覺得摸起來也蠻不錯的 霧面的飽和度也有中上 然後你看它珠光的光澤度 表現也都很不錯 唯一要講的可能就是它的霧面色 深淺度有點不太夠 看起來都是淺色跟中間色 沒有更深的顏色可以去搭配使用 你們看這個 好閃好漂亮 有點偏光的感覺 這珠光也蠻漂亮的 這盤好意外喔 我這樣眼影全部刷色完之後呢 我最想上眼就是這兩盤 一個 拿反了 一個就是那個餅乾的九宮格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這個衣櫥 衣櫃 這個眼影盤 那我就來用這兩盤畫今天的眼妝 用這個霧面色 在整個眼窩做個打底 下眼睛也是先用同一個顏色先做個打底 再來我要用這個霧面的米色 暈染外圍讓這個漸唇可以更漂亮 再來要慢慢加深 眼尾加深然後魚粉會稍微帶一點到眼窩的凹陷處 再來沾取這個顏色 然後它也是霧面有加一點亮粉的 從眼尾慢慢加深我們的睫毛根部 下眼瞼的睫毛根部也是整個加深 再來我要用這種眼線刷來沾取最深的咖啡色 用這個顏色稍微加深一下眼頭 然後也稍微看一下這個眼角 一樣也是用這個深咖啡在眼尾畫一個 懦有四五的眼線 它看出來有眼線 但是又有點融合於眼影當中 接下來我要先用這個亮片色 把它按壓在眼窩的前半部 再來使用中間這個帶銀色感覺的珠光色 把它疊加在眼窩上 在臥蠶的位置也上一點珠光色 用眼線刷上面的魚粉 稍微加深一下臥蠶的尾巴這邊 好 這邊就是用九宮格的餅乾盤完成的眼妝 接下來我要換用的Fed Shop這一盤 我要先用上面這個霧面色 一樣也是先把整個眼窩做打底 下眼睛也是先用同樣一個顏色 從後面慢慢加深到前面 再來我要用這個顏色 然後我有注意到這一盤的粉 壓的有比剛才那個九宮格還要再鬆一些 我把這個顏色重疊在剛才的眼影上面 然後範圍小一點 再來使用這個淺藕色 暈染眼影的邊界 再來這一盤的霧面色已經沒有更深的顏色了 所以我只能用這個珠光的咖啡色 加深我的眼尾 再來我要先使用這個珠光色 把它放在眼窩的前半段 再來使用這個珠光看起來更加強烈一點的顏色 再來使用這個珠光看起來更加強烈一點的顏色 疊加在眼窩的中央 喔這顏色就是有一點粉紅色的偏光 喔有點漂亮 邊界我又把它稍微暈開來 不要這麼明顯 這個珠光很漂亮 所以我也想要上一點在 臥蠶的部分 最後我當然要用一點這個綠色的亮片 我用的這個刷具是Huda的矽膠眼影棒 它另外一邊是這種海綿頭的 它是這樣雙頭的 這個綠色是不是有一點點突兀 跟那個粉紅色偏光在一起的時候 喔它是蠻閃的 只是這個綠色感覺跟那個粉紅色偏光放在一起 顏色上好像也有一點衝突 我在臥蠶這邊也放了一點綠色的亮片 想說都閃了那就上下都一起閃吧 透過相機拍好像拍不出那個綠色的感覺 但是我實際上肉眼看鏡子 這個綠色的亮片還蠻明顯的 好那兩邊的眼影都完成了 非常不一樣的感覺 那我接下來去把就是一些眼線啊睫毛弄好再回來 其實我睫毛還沒弄完 我現在貼到一半而已 但是我覺得這款產品應該很多人 也不見得很多人知道啦 但是就是應該是有一些人會很好奇 這一款是韓國的彩妝師 Happy Ring它跟那個另外一個韓國的牌子 一起推出了假睫毛 這假睫毛超貴 這樣一盒只有三副要 五百多還是六百多台幣吧 就是真的很貴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它裡面的樣子 我買這個長度是十一的 就是像仙子睫毛這樣兩根兩根兩根 然後貼出來的效果就是會很像那種 韓國的IDOL的睫毛 它這個很貴的原因就是 因為它這個假睫毛都是幫你分段弄好的 你這樣一束一束都是分段好 你就只要這樣一根一根的黏到睫毛上就可以了 你不用再自己拿剪刀去剪 但是它真的好貴啊 給大家看一下我這邊眼睛是已經貼好 但是還沒有拿睫毛膏跟鑷子去整理的 它貼完是長這樣 我試著另外一邊眼睛貼給大家看好了 但是因為這真的有點難拍啊 首先你要把這個睫毛 小心的拿起來 這樣拿起來 然後去沾這個 睫毛膠 就這樣一束一束的從睫毛根部貼上去 那我個人是習慣從眼尾往前貼 有些人是從眼中然後再左右左右這樣貼 都可以就看你們大家的習慣 我這邊前段睫毛長的方向很亂 所以我這邊假睫毛超級難貼的 就是如果睫毛很亂的人 最好先拿那個燙睫毛器稍微調整一下你睫毛的方向 再來貼 大家好我這邊眼睛弄好了 但我真的好累 這睫毛也太難弄了吧 你要把這個貼好的睫毛 再用睫毛膏 就是加上鑷子 夾成這邊這樣子一束一束的感覺 好費工 真的好費工 我真的佩服各位彩妝師 你們太厲害了 你們太厲害了 這真的好費工 我覺得我可能沒辦法拍得很好 但是我努力拍給你們看一下 怎麼把這邊變成這邊 首先你要拿一個睫毛膏 哪一支睫毛膏不是一個 然後最好是它膏體比較多的這種 像花枝小這一支就蠻適合的 它膏體很濃密 然後拿出你的鑷子 沒有錯就是鑷子 然後去這樣沾它 沾這個睫毛膏在你的鑷子上面 用你鑷子上面剛剛的睫毛膏把它這樣 兩束兩束的夾在一起 有點像這樣 就是這樣一束一束慢慢的處理 處理到天荒地老 而且我剛剛不小心把我一根睫毛給弄起來了 我現在要重新黏它 發現好像也可以直接拿這樣睫毛膏 稍微塗一下 然後再去把它夾在一起 然後如果你本身睫毛蠻多的人 你就是把你的真睫毛也跟它們夾在一起 有時候真的睫毛很多的地方 就會稍微比較需要耐心去整理 慢慢把它夾成樹狀感 讓它乾淨 OK就真的太花時間了 我先去把眼尾弄完再回來 要下睫毛可能夾睫毛袋再回來 這個影片大概是我近期拍攝過最長的影片了 光是這個睫毛我大概搞了一個小時吧 當然你技術如果越來越熟練的話 你用的速度一定會比較快 用的時間也會縮短 但是真的很高崗各位 真的很累 這個睫毛呢我用起來是覺得它效果真的很棒 可是真的也很貴 因為它這個睫毛啊 畢竟我們用這樣睫毛膏去整理它 所以它卸妝卸下來之後呢 是沒有辦法再重複使用的 所以它這樣一盒平均一副要 一百多塊兩百塊的價位 這真的是很貴耶 就是用一次卸妝完就要 就兩百塊就沒了 這真的一定要是特別日子 或是像這樣拍影片的時候 才會使用 平常不會用這個 然後我補充一下 我剛才這邊眼睛用The Face Shop這一盤畫的嘛 但是我眼線的部分 一樣也是用這個 餅乾盤的九宮格來畫的 就是裡面最深的咖啡色 然後搭配的刷具 依然是這個香捨玫瑰的眼線刷完成的 這眼線刷真的很好用 最後總結一下這兩盤眼影 我覺得用下來是很不錯的 就是除了這個The Face Shop 它霧面顏色不夠深這個問題以外 其實它裡面的霧面還有珠光色都做得還不錯 霧面好暈染 然後它的珠光雖然偏乾 兩個珠光都偏乾 但是都蠻服貼的 只有這邊The Face Shop在上那個 偏光珠光的時候 有稍微飛粉幾粒到我的鼻樑旁邊 但是就是幾粒 你數得出來的那種 可以把它們輕鬆的弄掉 所以這兩盤的珠光飛粉程度都蠻輕微的 所以我其實都蠻推薦的喔 好我們接下來有腮紅跟打亮 就是Etude的苦年的系列有出這個腮紅 然後The Face Shop它這個聯名的部分也有打亮跟腮紅 但我印象中好像這些腮紅顏色都非常非常的淺 我先來看一下 先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The Face Shop他們聯名的這個腮紅的包裝 外面是這種做蕾絲的壓紋 但是那個塑膠感還蠻明顯的 然後裡面是這樣的顏色 給大家看一下刷色齁 它是帶有一點點珠光小亮粉的 在手背上刷色的時候那個亮粉是沒有很明顯 然後是一個這樣子很活潑的橘色系 再來一樣是這個虎年的 它的包裝真的好可愛 我真的要瘋掉 它的包裝 大家真的可以為了包裝收一個 對可能收一個吧 這個橘色的老虎是1號色 這一隻白色的老虎是2號色 兩顆打開是長這樣 它們就是純霧面的喔 一樣也給大家看一下手部刷色 不過腮紅顏色很淺大家可能要努力看一下 這是剛剛的Face Shop 然後這是另外兩個Etude 這是1號然後這是2號 2號這個粉就是真的蠻淺的 不然我這個偏橘的就一邊上一個 然後點的中央這邊再上一點粉色的腮紅 三個都用 這邊是這個橘色老虎的 還蠻可愛的這樣橘色腮紅 在面子上把這個腮紅的魚粉給弄掉 再來這邊用這一顆 其實我兩邊上臉的顏色差蠻多的 但是我覺得它們顯色度都還蠻不錯的 就是搭配點彩刷在臉上呈現的感覺 妝效都蠻漂亮的 然後因為我是偏黃肌膚嘛 這兩個顏色用起來都還蠻OK的 沒有太淺然後也蠻襯膚色 然後接下來我來試試看這個 更淺的粉紅色 把它上在比較接近臉中央的臉頰 今天就是走一個腮紅大放送 兩邊腮紅面積都這樣超大的 好像隱約有一點中間這樣比較粉紅色的感覺 但是這個顏色它好像沒有那種 有一些粉紅色會有澎潤的效果 這個顏色好像還好 我不知道大家覺得呢 我是覺得好像還好 沒有那種澎潤感 但是顏色是蠻可愛的啦 對我來說這個顏色是可以 跟其他腮紅去搭配暈染使用 但是單獨用的話 可能就不會這麼的顯氣色 我來試試看 鼻子下面也刷一點點 有一個腮紅我忘記用就是 Etude它的餅乾系列也有出了一顆 新的腮紅色 我有忘記了 它裡面顏色是長這樣 它的粉撲超可愛 也有搭配腮紅的顏色 這個顏色實際刷色好像很淡耶 就是有點刷不太出來 就是跟原本盒子裡面看到的顏色 比較起來的話 刷色感覺蠻淡的 這個以後我有用的話再跟大家分享 今天臉上沒空間了啦 腮紅已經上很多了 接下來The Face Shop它這個聯名呢 也有推出一顆打亮 跟剛才那個腮紅的包裝 概念是一樣的 就是外面是這樣 用一個蕾絲的感覺 但它這都是印刷的啦 實際上就是一個塑膠殼 打亮是這樣的顏色 有點香檳精的感覺 光澤度好像蠻不錯的 然後它感覺是有帶一點底色的 如果膚色是比較偏白的朋友 這個顏色要小心可能會有一些影質的部分 就是你打亮完之後 在沒有光的情況之下 有可能會有一些陰影的產生 是有可能的喔 它這個腮紅質地用刷具是有一點 沾取不到的 然後刷在臉上就是這樣子 很自然很淡的光澤感 刷這樣淡淡的倒是沒有什麼底色的問題 只是覺得怎麼好像 可能用手指頭這樣上會比較快 它這個質地就是有一點點偏霜狀 有點像Color Pop那種質地 有一點難取分 用刷具沾一點來補一下眼頭打亮 然後我剛剛發現就是 就是死命的 死命的戳它 就沾得到 好 終於到最後還有很多很多的唇彩 先讓我去把瀏海整理一下 再回來 唇彩真的超多 有Le Face Shop Etude 然後Merzi這個也出了一系列漂亮的顏色 然後Innisfree有出新的唇釉 跟Pony Effect也有新的唇釉 天啊我怎麼...我怎麼試 我們就照順去來 首先Le Face Shop它這個聯名系列呢 也有推出三款唇膏加一款潤唇膏 它這個系列的唇膏包裝呢 就是做黑色蕾絲的 這款膏體像是天藍色的是護唇膏 這擦起來就是潤潤的護唇膏 然後它有一個玫瑰味 就是護唇膏 沒有什麼好說的 仔細看才會發現它是帶有一點點 小亮粉的護唇膏 但是就沒有很明顯 然後也沒有潤色的感覺 再來是唇膏的部分 感覺是比較滋潤的款式 然後顏色感覺帶一點透明度 然後這是1號 2號 3號 我覺得1號色很漂亮耶 有一點土棕色調在裡面的感覺 它這個唇膏跟護唇膏一樣是有一個玫瑰味 然後我覺得這個唇膏還蠻不錯的耶 它也是這樣有一點點潤度的 然後顯色度也還不錯 大概有個7成的顯色度 然後1號色很對我的胃口 這個顏色很好看耶 它這個質地蠻適合放在化妝包裡面 就是嘴唇有點乾的時候可以拿來塗一下 然後順便補一點唇色 我覺得這1號色真的很好看耶 這個感覺也是蠻冷門的產品喔 大家可以關注一下 這個好看好看 我覺得它用起來的感覺有一點讓我想到 MAC也有出一系列這種 比較有滋潤感 然後也是顏色有點透透的那個唇膏 有一點點像那種感覺 1號 好看 然後我現在把手臂的試色用飾紙巾擦掉 可以看到它是完全沒有染色的 所以這個唇膏的持久度一定是比較普通 一定是那種很容易掉色的類型 再來老虎的系列呢 一樣也是橘色老虎是1號色 然後白色老虎是2號色 裡面的包裝是長這樣 這個是1號這個是2號 好可愛喔 你看他們姿勢還不太一樣 手部試色一樣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橘色是1號 然後偏粉這個是2號色 是這種帶有光澤感的唇釉 沒有意外的話 它的染唇效果也是蠻明顯的 我這邊要先用MAC的護唇膏做一個打底 因為我等一下後面還要試別的顏色 然後我想要試1號色 它的這個金亮感 亮亮的感覺好漂亮喔 它是這種非常飽滿的鏡面感耶 這個光澤很美做得很漂亮 然後它擦在嘴巴上面的時候也不會覺得很黏膩 就是偏水感的那種效果 另外它的香味也沒有很重 我這樣塗完之後 講話稍微好像吃到一點點 也不會覺得它那個味道很噁心或什麼的 這唇用還蠻可愛的耶 但我覺得可能偏黃膚色 就比較適合用1號色而已 因為它那個2號色的粉調還蠻重的 再來是Merzi的這一款唇釉 它的包裝就是一個全黑的概念 然後看不太到它的概念 我這個手背的試色有一點難讓大家看到齁 這個是2號、4號、11號、13號跟17號 他們家很會做這種比較歐美感的色系 然後他們家染色也是非常的快速 我這樣試色完 哇我的手背現在五顏六色的 五個顏色全部都會染色 裡面唯一好像比較染得沒那麼嚴重的是11號 然後我覺得非常恐怖的應該是13號 這個是有點那種紫紅色的染色 這種顏色特別特別特別難卸 我就用看起來染色最不嚴重的11號來試色好了 它這個顏色真的非常的濃郁非常的重 雖然他們家的唇釉染色會很嚴重 但是每次擦完真的都會覺得 這個質地跟這個顏色做得很好耶 就是非常的飽和 然後也不會很凸顯唇紋 整個質地是舒服的 味道的部分也不會很噁心 就如果你是不害怕染唇的人 他們家唇釉是真的很可以 不管是顏色還是質地都做得很美 測試一下這一款沾染的程度 是會沾染的 但是在唇上的保留也是非常的多 持久度想必是非常的好啦 然後這麼會染色的話應該也是蠻難卸的 然後我想到補充一下我剛才試這款唇采的時候 忘記給大家看一下它沾染的情況 但我覺得它沾染的情況應該會蠻嚴重的 因為它在嘴唇上面那個光澤感 感覺是沒有沉膜的是那種水水的 所以我想啦它應該是蠻會沾杯的 再來是Innisfree這一款 烹染空氣感薄霧純粹 然後總共有八個顏色 首先它的包裝我覺得很可愛 它是做這種磨砂質地 然後是做漸層的 而且不同色號的顏色還不一樣 所以它這個系列的名稱還是用這種 刻下去的方式去用在表面 不是用硬的 這個包裝的手感真的蠻不錯的 一樣是手背刷色給大家看一下齁 這個是1號2號3號4號 5號6號7號8號 這個系列有幾個顏色還蠻偏螢光感的 大家在選色的時候要留意一下 那我個人比較喜歡的是1號跟8號 8號是一個裸粉色 然後1號是那種有點像無花果色系 我剛剛把手背的試色擦掉了 它這個系列也會有些微的染唇 可是跟前面的Etude跟Merzi比起來的話 它染唇的狀況相對來講不嚴重很多 我想要來試8號疊加1號的效果 給大家看看 我還蠻喜歡它這個胖胖的刷頭 刷起來很快速 然後也可以把那個唇的邊緣描繪得蠻好的 8號因為是一個比較偏裸的顏色 所以擦起來就是比較沒有顯氣色 我覺得它是比較適合拿來疊擦的 所以我現在要來疊擦1號色 它這個唇刷的設計很適合拿來疊擦欸 就是可以把邊界很好的暈染 這兩個顏色疊擦在一起很漂亮欸 也一樣也是來測試沾染的程度給大家看 沾染的情況算是掉的蠻嚴重的 就是它不會收乾然後也不會沉抹 但是它會有一點點染唇 所以顏色就算被弄掉了蠻多 它還是有一些顏色留在嘴唇上面的 這個系列呢我覺得唯一要注意的就是 有些色號有一點點螢光 所以要配合你的膚色去搭配選擇 再來就是它這個系列的香味蠻重的 它是那種有一點人工花香味的感覺欸 你在塗的時候跟塗完的時候講話的時候 多多少少都會吃到一點 我覺得算是偏重的味道 所以如果很害怕香味的人 這個系列可能也要避開這樣 最後就是Pony Effect這一系列的唇釉 然後它不同色號外包裝顏色也是不同 然後是做漸層屁股這邊是黑色的 手臂試色是1號2號3號4號5號6號 我覺得還蠻明顯2號是我的菜 然後再來5號我覺得也蠻漂亮的 比較偏裸色感 這個系列也是有一點染唇的唷 今天試的全部唇彩裡面 除了第一個唇膏以外 全部的唇釉都是多多少少會染唇的 我想要試5號色跟2號色 那我先來擦5號 因為它顏色比較淺 好看欸好看好看這顏色好看 它雖然是光澤型的唇釉 可是它上唇的感覺沒有很水欸 它是有一點點黏度的嗎 嗯有一點黏 有一點點那個上下唇彩會有點 牽絲黏在一起的感覺 我現在嘴唇內側不知道為什麼有點泛白 為什麼啊 我只是講講話而已欸 欸我覺得那顏色很好看欸 不要這樣啊 天啊這一款它好像是會跟口水打架 變成有點泛白濁濁的感覺的那種唇彩 可是它顏色很好看為什麼 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 但是我的下嘴唇內側真的是 一圈泛白 然後我嘴唇在 這樣 上下有碰到的時候 它會有一些唇彩會有點這樣 牽絲在一起的感覺 不太OK捏 我現在心裡真的是蠻難過 因為我覺得這唇色真的蠻漂亮的 但是怎麼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 我再擦另外一個顏色看看 然後也是先測試一下 它真的比較黏喔 我剛剛面子撕下來的時候都可以感覺到它有一個黏度 然後沾被的情況蠻嚴重 但是染唇的狀況好像沒有像前面幾個唇彩這麼這麼的誇張 我現在嘴唇上擦的是二號色 然後它真的就是會有一點點黏黏的 但是我現在這二號色擦的比較薄 沒有像剛才那個顏色擦這麼厚 它也是有一點點內側泛白 可是沒有像剛才那個顏色這麼這麼這麼的嚴重 然後也是有一點點上下唇彩會牽絲的感覺 但是都沒有剛剛那個試色這麼這麼嚴重 所以這款唇彩呢 你要用的話 記得用量不要太大 不要擦太多 你擦太厚的話 它就會像剛才一樣發生一些很尷尬的情況 撥擦的話狀況會減輕蠻多的 但我覺得這東西還是有一點不太正確 就還是覺得這個質地應該要調整一下 然後剛剛沒有講到香味 這款也是有一點點香精味 也是在塗的時候跟你塗完講話的時候會吃到一點點 但是它的香精味吃起來的嚴重程度 我覺得沒有像innisfree這麼香 這款稍微好一點點但也是有 好的今天全部的產品都開箱試色完畢 好的今天全部的產品都開箱試色完畢 真的好多東西 我已經很久沒有拍這麼長的影片了 然後呢我最後唇彩呢 換回剛剛前面一開始試的這個唇膏一號色 只是我因為嘴唇上面已經試色很多個顏色 有一點染唇的狀況 所以現在這個唇膏擦起來顏色可能會跟前面一開始試色會有一點點差異 就讓大家知道一下 然後呢我不知道今天這一大堆東西裡面 大家是特別喜歡哪個東西 有被哪個東西燒到嗎 但就我個人而言呢我覺得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這個假睫毛 假睫毛部分 我怎麼會 我其實一開始拍這個影片的時候我沒有想說我要試這個睫毛 是畫完眼影之後想說 欸睫毛那不然就來試一下好了 因為我記得也有觀眾想要看我用這款睫毛 然後結果沒想到一搞下去就搞了很久 這個睫毛真的漂亮是漂亮但是真的好花時間喔 就會感覺如果大家有時間也有錢的話再試好不好 這個真的很貴很貴也很花時間 好的那今天這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我要下班了大家再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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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